在人的一生 總會遇到一些看上去很熟悉的面孔 歡迎收看Superstar 這期的全城熱話 當然就是我們今年第35屆的香港錦像獎頒獎 我們Superstar一年五萬 也會邀請到各個的候選單位 來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 沒錯 這次我們請來電影32的女主角 黃素薇 Sumi 歡迎你 不如先跟觀眾打個招呼 大家好 我是Sumi 其實今次電影32的電影 但是在這些面孔背後 往往都不是自己所認識的人 那種熟悉、親切、生疏、陌生 有時都會令人多迷失 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 在你眼前的這個人 是你真是認識 而他不肯認 還是眼前的這一位 我真是從來都不認識 對一個學生來說 一早起床上學就等完喝一杯苦茶 但對於我來說 Drop on is friends 喂青美 喂哥啊 你還未出門口啊 快點啦 早不走就遲到了 我經過問Donald 你想吃什麼包啊 對於我來說 這杯苦茶不難喝 因為我這杯苦茶是甜的 我想十個有九個中學生都有拍拖 而十個有十一個都會很想拍拖 我都不例外 現在和青美都拍了半年拖了 她是我同班的同學 個人很乖、很斯文 還很依賴我的 青美不是我的初戀 之前我都和幾個女生拍拖 不過她是唯一一個我主動去追的女生 我真的很喜歡她 等了很久嗎 不是啊 一會兒而已 來的 郭先生的太太快遲到了 五十七分了 在這裡談情 快點啦 你遲了五次了 我覺得和青美一起真的很舒服 很難再找到另一個 這麼適合自己的女生 阿姨咖啡、茶汁 阿姨咖啡、茶汁 阿姨咖啡、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放在上去 嘩 嘩 嘩 都不懂寫三分 在南韋島 喂 又喝了 Tay 你不悶嗎 這些不是悶 是專一 喂 裝什麼啊 女朋友在這裡就裝型裝專一 悶你就悶啦 你看看我 昨天就菊花茶 今天就檸檬茶 明天就轉回來喝咖啡 就是趁年輕 什麼都要試一下 你千萬不要去這樣啊 只懂得喝清水 我羨慕你這麼花心啊 嘩嘩 你不要變得人的 先上課吧 先被屁股捉 喂 走吧 男生 有誰不花心的 他們會用很多的理由 去修飾花心這個行為 年輕啦 什麼都要試啦 沒試過不知道啦 但是 這些理由 其實是他們衝突的掩飾 至於我 愛情的態度 就跟我永遠 只是選咖啡一樣 始終如日 很多時候我放了學之後 都會去這間咖啡坐下 就算沒什麼做 只坐幾個小時 我都會覺得很舒服 至於為什麼會選擇這裡 嗯 或者是因為我喜歡這裡 來慢著很濃烈的咖啡味 又或者聽到老闆 沒有咖啡豆 沖咖啡的聲音 好像已經成為了一個習慣 這個怪習慣 可以令我暫時放下煩惱 享受一個屬於自己的空間 咦 為什麼他會來了呢 這個時間沒有理由在這裡 這麼奇怪的 Hello 你剛剛看的那本書 好像漏了一個書籤 不是啊 我之前也有一張一模一樣的書籤 但我已經送了給別人 所以不是我的 那可能是想要留下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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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你這麼沈眉口的 第一次來的 你問 就是你每晚都來的 沒有 一星期來兩三次 有時來喝咖啡 有時來看一看書 那你也挺無賴的 那你也挺無賴的 一見到三面口的人就完了 那你不覺得你會壞到人的嗎 那你不覺得你會壞到人嗎 蛤 都是的 看著眼前這個女孩 看著眼前這個女孩 無論樣貌 身形 聲音 都跟清明一樣 但性格就自然不同 令到潛藏在我內心 另一個國雅 原原本本地釋放了出來 虧我今天還笑完梁峰這麼花心 原來 專一喝咖啡的人 都可以鍾情勒剔那種溫馴 也可以在Expesso那種苦劫之中 找到一種令自己嚮往的回甘 之後那半年 我過得很開心 六點前依然和清明一起 而六點之後 我就去了咖啡 因為可以和紫微見面 好像有些沉迷了在這種關係 或者應該這麼說 這刻的我簡直是盲了 我看不到當時專一到 令自己自豪的角牙 不過應該是扮盲而已 不過這樣 常人喝Expesso 如果被Latte嗅到那種苦味 兩杯咖啡 可能就會發現到對方的存在 你幹什麼 明明來了 我不打了 嫂嫂來了 不放人都不行 你來家裡有打球嗎 嗯 對啊 生日快樂 我還以為你忘記了 才不會 只是因為剛才上嘉靖堂 所以遲了 你試試曲奇吧 剛才做的 愛心曲奇 嗯 可能我試試看 沒味道 國雅 你是不是不要隻雅雅 數三聲不過來拿回我的 一 二 打吧你 你拿一下下次 不要管他 剛剛的屋子都挺好吃的 不過可以再甜一點 那我現在拆的了 不如回家再拆吧 一會兒買了你不喜歡的東西 梁風姐都會笑我的 嫂嫂 你不要弄毀我人格才行 不怕 你買給我的禮物 我一定會喜歡的 不要吧 先回家吧 好嗎 好吧 那我回家再拆吧 嗯 喝咖啡其實不應該同時喝Latte 和Express 理由很簡單 無論你喝哪杯先 都會是一種浪費 那晚我回到去 拆開清明送給我的禮物 竟然 是一隻手押 會這麼巧合 還是根本 他就知道我和梓梅所說的說話 咦?你看看這半手押 有二十多種顏色 又真的挺漂亮 價錢又不是貴 我覺得紫色搭配你多一點 那就是和你的名字一樣 又真的挺搭配我 沒有 不過我又真的挺喜歡這顏色 送給你 謝謝你 你又知道我今天生日 咦?你今天生日嗎? 那邊 我只是行我看到 所以才買給你的家 怎樣都好啦 我很喜歡啊 我會戴著的 在我未收到清明的手押之前 我都還可以分得很清楚 但是 當我左右手戴著同一款手押 而面對著同一個愛馬的兩個人 我已經不知道 清明和紫微是否真正存在 我有點擔心這個是清明的安排 用來測試我對他的忠貞 但是這段日子裡面 他又沒有顯露過這個可能 究竟是否真的我想得這麼複雜 只不過 這一刻 兩個國雅都同時覺得滿足 兩個國雅都很想留住他們 那眼前的是一個還是兩個 其實又有什麼所謂呢 你不是去找miss娘嗎 又會這麼遲的 我都不想的 梁峰抓著miss娘不放 又問了很多問題 搞到我站在旁邊等了很久 都說梁峰暗戀miss娘的啦 不要說她啦 先叫我東西吃 否則真的有遲到的啦 我幫你叫了啦 認識了你這麼久 又怎會不知道你喜歡吃什麼 明天情人節 我們去哪裡好啊 嗯 媽媽又不讓我出夜街 我們都可以下午吃一頓飯慶祝的啦 那不如 好像去年那樣 我們去荔枝山吃lunch 嗯 好啊 這餐意粉是領啡 領啡? 你會不會落錯單呢 是咯 明明叫了產汁的 為什麼會來了一杯領啡呢 兄弟 你說一下道理好啊 明明就是你在A餐意粉凍檸啡 我都怕我聽錯才問你第二次 你都很肯定的答我是 現在就是明屈我啦 蛤? 不是啦 喂 什麼不是啊兄弟 我華Dee下單下了十幾年 我沒錯過 難道我這次會錯嗎 啊 可能是我叫錯了 Sorry 麻煩你換一杯橙汁給他